国产运动品牌又出圈,王一博的带货能力似乎也验证了安踏对其选择的正确判断。 官宣当天,王一博同款产品上线安踏天猫店,王一博同款霸道鞋瞬间秒光,王一博同款冬奥国旗款,其休闲款短修T恤,一小时内迅速断货,延伸到线下。 各地门店也排起了抢购王一博同款商品的长队,事实上,这些年安踏集团的业绩一直呈上涨趋势,已成为中国第一,全球第三的体育用品集团。 根据今年3月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,2020年安踏集团营收355.1亿元,同比增长4.7%,净利润达51.6亿。 在国内品牌中,安踏集团2020年全年营收是里宁的2倍,特部的4倍,361度的7倍,今年一季度增长进一步提速。 母品牌安踏零售金额同比增长40%至45%,这次选择与正当红的王一博合作,让头顶国货之光的安踏热度再次飞升。 其市值也在4月29日当天达到3800亿港元以上,相比2009年翻了95倍多。 不过,安踏与王一博的双厨狂喜,也与双方分别作为2020北京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,和冰雪运动推广大使不无关系。 就在官宣当天,王一博穿的是冬奥国旗款,爱中国红我穿冬奥国旗款的话题,也收获上益关注。 据安踏官方表述,因国旗使用的特殊性,王一博同款北京2022年冬奥会特许商品国旗款运动服装,是首次将国旗款运动服装从竞技场带入日常生活。 安踏也是北京冬奥唯一特许授权使用国旗标的运动品牌,因此,这次合作也被视为安踏奥运营销战略的重要一环。 无论是多年来,赞助国家对各类赛事积累了正面专业的中国运动品牌形象,亦或加快转型,加码主品牌专业实力,与明星合作实现品牌破圈,乃至大胆革新,让潮牌更具中国色彩。 安踏就像其曾经的广告与永不止步,始终在前行。 而如今,这个唠嗑着中国与奥运的国货品牌,正在带着中国体育引领行业走向世界,向全球消费者诉说着新国货故事。